長榮半馬過程當中 90分鐘到2個小時這個區間 什麼樣的品牌跑鞋是最多跑者選用的 第一名 四戰率 總共在1753雙的樣本數當中佔了47% 但其中還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囉這家 我是你的家人 哲瑞 又回到我們的馬場分析師特輯 這一集要來跟大家開箱分享的呢 就是長榮半馬過程當中 90分鐘到2個小時這個區間 因為以往我們的馬場分析師 都是先分析最top的這些 可能前100名或是前10分鐘 進到終點的這些跑者 那其實這些人都是非常天花板 甚至可以說這些跑者大部分 可能有5成以上都是由廠商合作的 所以他的市場取向的真實生意 可能就沒有這麼真實 畢竟這些可能是廠商贊助的 那我們這次特別找了90分鐘到2個小時這個區間 算是以一般市民跑者 如果你比較認真訓練 可能會設定的一個半馬目標 就是要在破二的情況下 來完成半馬的這個距離 所以今天的這個市場統計的這個資料 應該我個人認為會比較貼近真實 你在路上看到跑者會穿著這些跑鞋 那這支影片也真的耗費我們很多很多的時間 在統計這些鞋款 這30分鐘的裡面 總共就有超過1800位的跑者經過終點 所以我們真的花了兩個禮拜以上的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到底90分鐘到2個小時這段時間的區間 什麼樣的品牌跑鞋是最多跑者選用的 OK那我們接下來第一個先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在這次的品牌當中 什麼樣的品牌是最多人選用的 像前幾集我們看到 像韓國馬拉松或Gammeron 其實在輪廓上面 大部分的精英跑者選用最多的 可能還是像Nike 那在台灣比較不一樣的是 亞瑟士其實也是名列前茅的前十名選手 很多人使用 那究竟在90分鐘兩個小時的區間 是不是也一樣呢 就來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們看了一下數據啊 在我們統計下來 第一名四戰率 總共在1753雙的樣本數當中 佔了47% 還是有大多數接近一半的跑者 選用這個品牌 大家有猜到是什麼嗎 沒錯啊 還是Nike 在47%的樣本數當中 總共有751雙的跑鞋 是選用Nike的跑鞋 但裡面有非常多種各種不同的鞋款 等一下我也會在後面來跟大家分享 是選用哪些Nike鞋管為大中 那所以第一名最多人選用的 47%是用Nike 那第二名之前大概都是亞瑟士 大家猜猜看 這次90分鐘兩個小時之間 是什麼品牌第二名 留言好了嗎 沒錯 第二個品牌呢 已經不是亞瑟士了 是Adidas 那這次愛迪達呢 在總共1700雙的四戰率當中 有20%的跑者來做選用 總共是有319雙的跑鞋 是選用愛迪達 那亞瑟士呢 調到了第三名 它的跑鞋總共是有283雙 總共是17.8% 所以以百分比來講 第一名Nike是獨佔奧頭 有47% 然後愛迪達是有20% 亞瑟士有17% 所以以比例來講 亞瑟士跟愛迪達 在精英選手的選用 跟90分鐘兩個小時區間 這個選用 會有點稍微的不同 那在第四名 就有點落差了啦 前三名已經佔了 總百分比的接近 47 67 77 快要80% 75%左右 所以剩下25% 才是其他品牌的選用 那第四名呢 分別的是 美金龍48雙 那第五名是 HOKA 第六名是 NB 有34雙 第七名呢 是索康尼 總共有25雙 第八名 是中國喬丹 欸這個品牌 最近真的是蠻多台灣跑者選用 他總共是有22雙 那第九名呢 是PUMA有17雙 第十名厲害囉 是我們熟悉的 母子鱷魚 竟然他可以連到第十名 總共有13名跑者選用 那其他 還有 比較後面的跑者 可能有BROX ON 特步 迪卡農 361 還有UA 就是大概都是在個位數的數量中 有來選用 那其他大中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前十名 所以 前十名的品牌分析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有點意外 我自己啊 在這前十名的樣本數當中 是有點嚇到 第四名竟然就已經跟前三名落差 超過150雙以上的這個數值 我看一下應該是200雙 所以其實前三名就已經佔了八成的百分比 那後面可能就是 選用的人都大概落在 就是十雙到五十雙這個區間 是其他品牌的落點 那除了這些品牌之外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很好奇 在這一次的選用鞋款當中 是什麼系列的鞋款 是第一名的最多跑者來選用 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90分鐘兩個小時區間的鞋款選用上面 到底哪一個鞋款是前三名的跑者最多人選用的跑鞋 OK第一名我們已經無庸置疑應該是大家猜得到的 就是Nike的跑鞋 但這雙Nike呢是Vaporfly第三代 但其實以第一名最多跑者選用的是他的上一代 也就是Vaporfly Next Park的第二代 那在這雙跑鞋呢總計下來 1700個跑者當中有321個跑者選用 所以總共是有20%欸 20%的跑者都穿著這雙Vaporfly第二代 所以其實以選用的程度來說是很高 當然也跟我們前幾集分享的角度我覺得是蠻接近的 就是這雙跑鞋現在在市場價格 大約是4000多塊就可以入手 之前已經宏級兩三年的這個 稱霸時代的最頂級的跑鞋 所以以4000多塊的價位可以買到這樣的跑鞋 可以看到這麼多人選用也算是很正常啊 畢竟他入手價現在親民很多 那第二名呢也就是我手上的這雙Vaporfly第三代 那他的選用的人數總共是有170個人之多 所以光是前兩名就是第二代跟第三代的這雙跑鞋 總計下來就已經有三成的跑者是選用這兩款跑鞋 總計是有491雙欸 超級多超級多超級多 就是1700人有490幾個人是穿他們家的跑鞋 所以真的還是稱霸獨佔老頭 但當然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 就是雖然說總共有超過三成 490幾個人跑者選用 但如果你的成績區間啊 或許沒有在90分鐘兩個小時之內 我認為這樣的跑鞋 不一定你現在穿馬上就有一樣的效果 畢竟這些跑鞋還是非常推進 而且他的緩震或是穩定度的需求是更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肌力不夠強的情況下 或許這些跑鞋不一定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效果 那第三名的跑者最多人選用的 就是我手上的這雙 Adidas ADZERO Adios Pro 3 那以這雙跑鞋來說 總計下來是161位跑者選用 其實跟第二名的Vaporfly第三代只差了9雙 所以也可以說這次Adidas算是非常蒸氣的 把90分鐘兩個小時這個區間 稍微拉回來一點 那鞋子的數量 當然如果以總計來講 好像490跟160還是有點差距 但我覺得至少Pro3的選擇上 是越來越多跑者來選用 那他最近其實在台北馬之前的這個週期也做了很多行銷活動 我認為可能多少對於他們鞋子的曝光度 或是很多跑者選用試穿之後 會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啦 那還是要提醒一下 像Pro3或是剛剛的Vaporfly 3 其實在彈性推進效果這種需求 還是真的對於肌力要求是比較高的 那以兩雙跑鞋的定位有點不太相同 那Pro3來說 他其實是腳感比較扎實比較硬派的推進感受 那像Vaporfly 3 我個人認為他的軟Q程度是比Pro3還要好一點點的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有需求的話 兩雙鞋都可以試試看 但我覺得調性有一點點不相同 OK 阿迪的台灣老闆要加薪給行銷囉 要開發票給他們 第四名 第四名要來公布了 那第四名呢 在我手上的這雙 也就是亞瑟4的Magic Speed第三代 那這雙跑鞋也要跟大家說抱歉 其實上一次我們剛剛跟大家說這雙不是碳板跑鞋 但其實他裡面還是有一些碳板的材質在當中阿 所以他也可以算是碳板跑鞋 只是說他的定位來講 可能不是到最頂級的MetaSpeed這種階級的設定 所以第四名跑者總共有71位跑者來選用這雙Magic Speed第三代 那他其實佔了我們的總百分比 也還是有4.5% 那第五名呢 也是出自於亞瑟4同家的 就是亞瑟4的最頂級的碳板跑鞋 MetaSpeed Sky 那他總共呢 也是有69雙 所以其實在亞瑟4的Magic Speed 或是另外一雙MetaSpeed 這兩雙次頂級跟頂級的跑鞋當中 選用來參加90分鐘兩個小時的區間 加總起來也是有140幾雙 甚至往下一點點還有MetaSpeed Edge 就是他另外一個型號 那以總的加總來講 他可以在這個區間有占到17%的比例 我覺得還是算很高的 那以Magic Speed三跟MetaSpeed Sky 兩雙跑鞋的定位來講 Magic Speed我覺得對於一般 我自己個人在使用他的場景 蠻喜歡在跑田徑場合刻表模式的時候 會拿下來使用 因為他的第一個非常輕 然後推進效果也很好 然後穩定的這個扎實度也是非常的好的 然後操控性我覺得是非常靈敏 所以跑起來其實在跑速度刻表是非常合適的 所以Magic Speed三或是MetaSpeed 也算是在這個時間區間的跑者 非常多人選用的兩款跑鞋 OK所以第四名第五名都是亞瑟士的 Magic Speed跟MetaSpeed 那第六名呢也就是我手上的這雙 Boston 12 Adidas的 那這次的跑鞋選用有64雙的跑鞋 所以百分比也大概是有4%左右的 這個跑者來選用 這雙我喜歡 那第七名呢是亞瑟士 Magic Speed 的第二代 然後他總共是有51個跑者來選用 那第八名呢是 我們手邊看到沒有 就是AlphaFly Next Park 但是第八名選用的跑者 在AlphaFly總共只有30個人來選用 那第九名呢是 Adidas的Boston 第11代 那這一雙是12代嘛 那11代也有總共是29人來選用 那第十名 是我們剛剛講的AlphaFly Next Park的第二代 所以第一代跟第二代 其實選用的跑者還是很多 那我們總計下來呢 在前十款最多跑者選用的跑鞋當中 有四雙來自於Nike 然後三雙來自於Adidas 三雙來自於亞瑟士 但是以比例來講 其實跟我們剛剛的最大宗圓餅圖 其實差不多的 就是還是有47%左右的跑者是選用Nike 然後20%是選用Adidas 17%是選用亞瑟士 所以前十名的跑者算是大宗大概就是這些跑鞋 那我相信這也是 在市面上大家練跑當中最常見到的 大概就是這幾款 但其中還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比較有趣的幾款跑鞋呢 像是最近在台灣市場看到蠻常有的 就是中國喬丹 那這雙飛鷹的PP3也總共有12個人選用 也算是在這一次跑鞋品牌統計裡面 是中國品牌的跑鞋最多人使用的一個品牌 那有助呢 這裡 這雙Rebellion Pro也是很多人選用的 然後 這款我覺得以這一次的90分鐘兩個小時的區間 總共有13個人選用這雙跑鞋 我覺得也算是 蠻勇敢的 因為我覺得這雙跑鞋的定位來講 真的是蠻暴力的 但他最近也剛好要上下一代 就是他的 他的第二代也準備要上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頻道也會拍攝 第一代跟第二代的這個跑鞋的一些評測 然後跟大家開箱 就是Rebellion這個家族全系列有頂級 然後中階到入門出階的三款跑鞋的選擇 那我必須說這次Rebellion系列在 跑鞋二代當中 都是令我蠻驚艷的 就是哇 第一個當然外觀 第二個是他的 像Flash也有很大的改動 接下來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們統計下來 90分鐘兩個小時區間的跑者輪廓大概就是講這樣 其實他們的配速也不慢喔 90分鐘大約是要4分15秒的配速到兩個小時 5分40秒的配速 如果你可以用4分15到5分45秒的這個配速區間來完成半碼的話 或許這些跑鞋可以提供你參考做一個選擇 但當然如果你看到影片的現在 在距離台北馬拉松只剩下兩週的時間 因為今天禮拜三了嘛 所以接下來下禮拜六就要參加台北馬拉賽事 以這個時間來看 完全完全不推薦大家在現在再嘗試新的跑鞋 畢竟已經剩下最後的大約是10多天了 所以以這樣的時間來講 如果你要試一雙新跑鞋的話 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的 對於你腳可能容易受傷或是騎水砲 對於你實際的比賽當中 我個人是非常不推薦的 那最後呢也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因為我們接下來在渣打馬拉松的賽事當中 還是有幫大家統計了 在往下一個區間 就是半碼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區間的這些跑者 都是選用什麼樣的跑鞋 但一樣就是我們看了一下這個母片 大概是有超過2000雙的跑鞋在這個時候通過 所以需要一點的統計時間 畢竟我們沒有辦法用人 AI辨識我們還是用人眼 一雙一雙去把它 以Google搜圖找出來來跟大家分享 那統計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我覺得這個內容一定是非常 讓大家可以來期待一下 在這樣的區間段 選用什麼樣的跑鞋是優先的 OK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們這類馬場分析師的開箱影片的話 也歡迎大家記得多多的關注跟訂閱喔 OK 但還是要補充一下 如果你是剛好是這些市場的行銷人員的話 或許這個區間的定位可以讓你們參考一下 你們目前的行銷策略方向是不是正確的 畢竟我覺得在不同區間的跑鞋 弱點還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在下禮拜台北馬拉松的賽場 跟大家相見啦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好客觀看 除了